再来就是说,越来越耗电,有没有方法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我讲过啦,你尽量不要开的都不要开最好了 比如说哪一些,你用飞航程式,有没有,飞航模式啦 如果你是用飞航模式,那应该会是最省电的 有Wi-Fi关,蓝牙关,甚至还有什么GPS也很耗电 像刚刚同学有问到说,哇,为什么我Google地图这么厉害,他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在个人,就是齿轮里面有个定位服务 那这边会有一个叫GPS,卫星定位 可能你们的画面长得不太一样啦,不过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关闭,如果你把它关闭的话 相对的你的手机也会比较省电,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GPS是去抓那个天空的卫星 天空哦,总共在二十几颗卫星吧 那有三颗抓到,他就三点定位 就知道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了 透过这种方式的话,他也可以再帮你,也许你打开地图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在哪里啦 那另外还有什么,这边有个什么,云不允许 他Google呢,把你现在的位置记录下来,或者传送到别的地方去 不过像我是无所谓啦,不过我发现应该有些人会很care这件事情 被人家知道在哪里 其实也是还蛮危险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别人也知道你的账号密码 用你的账号密码登录的话 而且你这个要打开的话 他就可以知道你一整天的行踪了 为什么,因为他会随时记录你现在在哪里 等一下我可以demo给各位看啦,在手机里面 我的行踪也依然无疑 但是因为我自己知道啦,反正没关系 我也不是去一些不妥当的地方 那当然没关系,比如我来工训处这么好的地方 对我怕人家知道吗,我不怕 除非说我要去不应该去的地方,那我应该把它关掉 不过这种机会应该是没有啦 OK好,那还有什么呢 这个什么位置这个搜寻 那当然如果你,因为我的画面可能跟你们有点小小不太一样 你就把那个GPS关掉,这样就更省电了 那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没有知道说你现在电手机里面有哪一些正在被执行的东西 所以我接下来介绍各位一个叫CCCleaner这个 这个软体我觉得他蛮棒的地方 就是说比较OK的地方 那第一个,他可以先知道说你现在手机里面的空间有多大 比如说10G多吧 因为这手机号称16G 因为系统会占到一部分 那我存放多少 另外RAM RAM的话就记忆体,特别重要,这个是记忆体 这个存放空间一般叫ROM 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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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个是RAM RAM的话呢,就是记忆体,空间 那因为我这一支是1G的 但是他系统会占用一些 剩下600多 那我占用多少 占用500多 所以如果说他已经跑到几乎满的话 那你这些手机一定会非常卡 卡到一个不行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让他不卡 或者是让他省电一点 其实你可以切到 这边有三条线 三条线里面的话有一个应用程式管理员 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出现了你安装的 你现在安装的应用程式有哪一些 还有就是说呢 你的那个系统里面呢 有哪一些 那当然你可以讲 如果你要把它解除掉的话 你就会把它打勾 然后可以把它解除安装 解除安装的话就把它移除掉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呢 有一些程式 当然如果装的越少 相对的你的那个 也比较不会占空间之外 当然也会让系统跑得比较快一点点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关键这里 系统的system 系统的apps 就是你系统安装的那个app有哪一些 不过他这边有个警告画面 他说如果把它移除的话 可能会造成你的手机 可能无法弥补的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按确定 好那特别注意啦 像我有的时候 我会把这里面呢 可能我应该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应该用不太到 比如像这个华硕提供的什么 这个Water是什么东西 我可能确定是用不到的话 那我建议啦 你可以什么把它打勾 底下有个disable 那什么意思呢 disable就是把它变成无法执行 那因为像这个像这支手机是华硕做的 他会装一些可能他觉得不错的app在你手机 但是我几乎用不到 其实算是垃圾了 那但是你要移除 你又没有管理者身份 是没办法移除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办法 就是把它disable 那disable并不是怎么样 并不是把它移除掉 而是把它暂时关闭掉 那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把这一个移到什么呢 旁边有个叫disable的app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暂时把它放在这边 他就不会去占用什么 占用你的记忆体了 OK 这时候我觉得还蛮管用的 就是说有些时候 其实你的电脑 你的手机会慢 大部分都是系统装一些 你几乎用不到的一些app 然后呢 你如果把它disable掉之后 他其实就会把记忆体还给你的 像哪一些可能用不到 像google play 我几乎这个用不到 google的日记忆在这一支 几乎用不到 还有什么picasa upload 这个好像是上传那个相片的 我可能用不到 还有像google的同步 我可能用不到 但是他每一执行 他可能就占掉你好几 好几gb的空间 所以我就像这个什么talkback 这个也用不到 还有人脸辨识 这个也用不到 像浏览器 我会用那个google的那个浏览器 我不会用他内键这一个 注入此类的 有这一些我把它disable掉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你的手机跑的比较顺 其实顺蛮多的 我发现 所以用 ccleaner这个软体 我觉得还蛮推荐给各位的 那你要怎么样 如何去下载这个软体 接下来 再来讲一下就是说 如何去下载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刚刚还没讲啊 这个如何延长电池 或者是除了刚刚把不需要的关掉之外 还可以 可能要带个行动电源吧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但是行动电源有的时候 也是蛮累赘的 但是如果你长时间需要 可能出门在外一整天的话 行动电源是必要的 必要的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手机 接USB啊 没有办法当随身碟 这个可能有几个可能性 就是说 一般的手机啊 他插上电脑之后 你的手机的驱动程式没有安装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到那个 比如说你是HTC的 你要到HTC的官网 去下载你对应版本的驱动程式 然后比如说你是Windows7 你就要装Windows7的驱动程式 如果你是Windows8 那你就要装Windows8的驱动程式 你要装那个驱动程式哦 不然的话呢 你的电脑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 当然你如果把它装了驱动程式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记忆体 记忆卡里面的东西 也会在你的电脑可以看到 这好处就是 你直接可以透过USB 就可以两边 可以去做联系了 其他还有什么呢 Android系统 就是我们手机里面呢 有没有档案总管 其实预设基本上是没有 但是一般厂商会提供给你 但是不见得很好用 等一下呢 我会介绍一个 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用 而且我自己手机都用那个的档案总管 给各位 然后移除APP的时候 每一个每一个要一个一个 去移除很麻烦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再来就是空间不够 还有就是说呢 换了手机 那以前的联络轮怎么会进 诸如此类 都是蛮热门的问题 那等一下我们逐一的 来跟各位介绍 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CC Cleaner 那请各位 看看如果可以的话 先把它装起来 安装的方式非常简单 请各位打开你的手机 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 开启你的那个Play商店 你的那个Play商店是放在 我是把它 Play商店 那个Play商店呢 它长得 一定是这个 有没有 上面它的图是一定长这样子 这个东西 那你把它点开来 点开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 不过这个地方 我刚刚什么 把那个WiFi关掉了 所以它一定要连线 连线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 在上面呢 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叫CC Cleaner 就我刚刚点的这个 这个APP 试一下 那等一下我再介绍 其他的部分的东西 给各位就是 输入这个 然后一支扫把 然后CC Ccleaner 这一个 OKCC Cleaner 好 那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CC Cleaner 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那个 移除APP的时候 其实如果用预设的方法 预设的方法是从哪边呢 从上面的齿轮往下拉 对不对 齿轮这边一样 会进到那个 比如说 在设定画面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其中会有一个叫应用程式 那 如果用内建的方式 它要移除APP 必须要一个移除 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要移除的非常的慢 所以你要移除的话 当然你如果只是移除一两个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什么 这边往下拉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什么 应用程式 也就是说呢 你所有的那个 安装过的 相关的那个程式 都会在这边显示出来 把它点击进去 其实说预设的功能 这边里面已经都有了 当然你不想装任的APP 也可以达到目的 只是说呢 你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移除掉的话 它没有办法打勾打勾 你变成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移除 那比如说我这边移除这个 那我就直接点它 点击开来之后的话 再解除安装 那一个之后就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那你如果说有 可能你已经装了好多个 已经装了很多APP 你希望把它批次移除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一点 把它移除掉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把它拉过来 你电脑里面呢 目前正在被执行的 目前被正在 所谓的正在执行 就是说 它会用掉你的记忆体的 它都会显示在这个执行中里面 OK 它会把它秀出来 当然如果说呢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到说 到底哪一些APP 吃掉你最多的那个记忆体 吃掉你最多记忆体 那你就可以针对那些 吃掉最多记忆体的 先去确定一下说 这一个APP 有没有被用到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什么 disable掉 我刚刚有讲到 那如果说你要批次的一次 把你的手机里面的那个APP 一次把它移除掉的话 就是可以用CCCleaner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从三条线这边 点击 这边有应用程式 应用程式 那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从这个installAPP 去找到 它会帮你找到你现在安装的 那旁边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我用不到 那我把它打勾 然后这个假设我可能拿一个 这个我也用不到了 那我把它打勾 还有或者哪一个 这个我也用不到的 那我把它打勾 然后打勾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按解除安装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一次性的啦 就是说反正你就先看一下 哪一些你可能用不到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解除完毕之后 它就会帮你把你的那个空间还给你的 OK 不过理论上 就把它取消好了 理论上呢 这些APP 占的空间 基本上都不至于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像你现在手机里面有10G 假设我这只手机 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了 它占掉几Mai 那实际上呢 如果以一般的换算 标准的换算就1000好了 你用1000当1000Mai 才是1G 所以基本上 你的那个APP 其实可以装非常的多 不过你要衡量一下 你这个是不是 跟我一样是10G 现在如果10G的 其实应该讲起来 买的时候应该是16G的 16GB 已经算是 以目前来看 已经算是小的了 如果你的数字 还有更小 我看过有人是什么 2G的 那2G 可能你就不认装太多了 装太多一下就满了 OK 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善用这个CCCleaner 帮你批示做一些 那个移除的动作 那另外把它 把它back回去 把它再点一下 回到那个原来的 原来的画面 这个还有个什么 系统资讯 它也可以知道说 你现在的版本 等等这边有相关的资讯 这边也会显示出来 那我把它back回来 再到首页 那首页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还有一个什么 分析跟清理的功能 这个也还蛮好用的 什么叫分析跟清理 就是说 它会自动帮你分析 你的手机里面 到底 有哪一些 占用你的记忆体 如果有的话 帮你把它列出来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呢 这里面的话呢 还有哪一些 是占用你的空间最多的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很快的自动帮你 就是做清理的动作啦 不过 像之前好像有同学 用另外一套 什么猎豹什么的 其实它功能 跟这个还蛮类似的 可是清一清 还是不够的话 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当然有 不过可能要 透过另外一个APP 帮我们做解决 那当然它跑啦 比如这边的话 里面有多少东西 然后跑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做清理 那它会帮你清理什么东西呢 不外乎就清这个 储存空间的 不外乎就是什么 RAM里面的东西 OK 但是哦 RAM里面的东西呢 你会发现 即便是清理 但是它其实很快的 它又跑回来了 为什么因为你清理的那些东西 如果是系统里面 它会常住的 也就是你把它关掉了 它马上就跳出来 所以除非啦 你要 如果你要永久 让它不要再跳出来的话 可能要用一个方法 就是你先确定一下 那个东西之后 那如果那个东西 可能不是你要用的 你可以在系统APP 记得把它怎么样 假设 这个可能不能关 假设这个啦 这个我觉得 用不到 那你可以 把它DISABLE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可能 放到记忆体里面 很占空间 那越占空间的 越占记忆体的 你把它关掉 那你将来跑下来的结果 就是流畅度 当然会更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好了 后面再先还给各位一下